我相信很多超低小伙伴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城市打拼 有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 总是会问自己说 哎 为什么要这么忙呢 为什么我不回去自己老家过一段安逸的生活呢 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叫J 他就是这么一个男孩子 28岁 他说他一直在做运营的工作 然后呢因为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做技术 就学了半年编程 但是因为水平还是不太好在北京啊 所以呢同时沟通能力又很强 就在医药公司啊 做了一个销售的前端工程师 做了三个月啊 其实很辛苦 也适应过来了 也感觉就要出单了 走上正轨了 但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问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其实在自己老家武汉 自己退路很好 父母买好了房子 如果回去以后呢可以住 那么凭自己的技术啊 在武汉呢 还是能做纯粹做自己喜欢的技术型工作 而且还没有找女朋友 现在走也来得及 而且回去好姑娘一大把 那么武汉多美女 父母亲也可以多陪一陪 那么当一个人有了类型的退路啊 他就会反复的问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呢 回去还是留下 哪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因为都在北京啊 我们就正好约在一个茶馆见面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聊到底是如何做选择 那不是上一期的话题吗 我们从一个好像貌似无关的话题开始聊起啊 我问他说 嘿 两年以后你就30岁了 你先甭管在哪 那个时候你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你知道啊 任何人聊自己的梦想都是为非色武的 那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 全都很受用 但是可能不同的人聊的未来不一样 比如说28岁的人聊个一两年的未来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30岁啊 正好是一个人值得想象的空间 他说 我希望自己30岁有30万左右的年薪 能找到一个愿意跟自己过日子的姑娘 生活活得挺滋润的 那我就问他 说你的30万年薪是怎么算出来的 什么样日子才叫滋润呢 他说这就是我生活比较稳定 父母亲能给我付一个首付 而我能供上自己的月供的钱 而且呢我还有这点钱呢 还能买点自己喜欢的有品质的东西 我继续问答 如果你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并且买到一些有品质的东西 布置自己的家和生活 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他说有品质的生活会勾勒出我的偏好啊 你上一期讲抄体的时候不是讲过人生三品吗 必需品奢侈品和投资品 一个人把钱消败在哪些美好的事情之上 其实就勾勒出来这个人的自我嘛 所以我希望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有去体验很多好玩的东西 这都需要钱 我继续问他 那如果你已经被这些高品质的东西环绕着 而且可以有很多好的体验 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他说哦 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些有趣的东西 认识很多有趣的自同道合的人 也会更加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继续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那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他说我就可以通过这些人见识到不同的世界 而且会有更多的发现和体验 其实啊 我觉得这样人生就没有白过 有品质 有朋友 有体验 还有很多可能性 这就足够了 我说那还有什么价值吗 他说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就足够了 我估计你发现了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 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 这对你有什么价值吗 意思不断的提问提问提问 到最后面每个人的需求都会从我要钱 我要房子到我希望进入某个状态 我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那这也来说哈 他那个貌似充满了功利性的三四万年薪背后面 其实藏着一个有闲有趣 愿意结交很多有趣的人 而且愿意拓宽人生可能性的体验 我们每个看上去庸俗无比的欲望背后面 都尝试这么一个挺有趣的 关于真实的自我的梦想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梦想落地呗 如果你希望成为这么样一个人 你这两年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 比如说我们需要终上的收入 三十五十万的年薪 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 家里呢可以给我付个首付 然后我自己可以付得起这个月工 第三呢需要有自己的业余生活 能够定期找到好玩的人和好玩的方式 最后面每年要陪父母亲出去旅游一次 和有趣的朋友不断地进入更高的圈子里面 见世面 也要为这个留出钱和时间 我就继续问他了 我说那这个生活目标 在哪个环境更容易达到呢 他说那显然还是北京 至少三十岁以前在北京几率更大 如果三十岁我达不到年薪三十万 那我就再回去呗 因为老家有的稳定生活 业余空间随时都可以拿到 不过呢 估计就没这么多好玩的体验和可能性 既然回去随时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再试试看拼一把呢 接下来我们就更详细的沟通了 怎么样提高销销销技巧 拿出客户资源 理解公司的战略等等等等 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两年的发展计划 当然了还包括如何搞定一个妹子 这个资讯完一周啊 他就重新投入了工作 获取了他的第一个单 当然他也认真的开始泡妞 准备开始自己的一段全新的感情 你看哈 当一个人知道了为何 他就能承受一切的如何 这是尼采说的 所以当一个人知道 为什么自己留在北京 为了可能性 为了体验 为了试一把 那么这些超弹的痛苦的客户的投诉啊和压力 可能就再也不是事了 在我看来 其实最痛苦的不是那些因为做得不够好 选择离开大城市的人 而是那些活在大城市 苦苦战斗 却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内心隐隐约约知道为什么 但是却不敢放下的人 他们心里空虚 手头还不敢松懈 同时在打外战和内战 细心的朋友听到这一定已经注意到了 我在其中反复的提到了一个神奇的问题说 嘿 这对你有什么价值 如果拿到了这个 这个背后面 还有什么更深层式的价值吗 这个提问呢 叫做价值挖掘机 它有很神奇的功能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欲求 但这些东西往往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而是一个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 我们把它叫做工具价值 我举例哈 比如说有人跟你说 哎 我想要好多钱 你就问他说 那如果你有钱 这对你有什么价值呢 哎 有钱我就可以买个房子 我老婆就会很有安全感 不会再每天虚导我 要我好好工作 那这对你有什么价值呢 哎呀 那我就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找个地方 看书 没压力了 那这对你有什么价值呢 哎呀 我希望成为在某一个领域非常专业 接近真理的人 那成为这么一个人对你来说 又有什么价值呢 没有 我就觉得我接近真理 人生就很美好 你看到没有 其实钱呢 房子啊 甚至读书啊 都是工具价值 而背后面通过价值挖掘机 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希望成为一个接近真理的人 你看很美啊 都不需要拿到接近真理就很好 哎 这个境界就很高啊 跟亚里士多德差不多了 你看他被他自己说出来 他自己也吓得自己一跳 因为我们表面的欲求都是钱 名 利 但是我们内心深深的需求 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 不一样的人 你看人类是很有趣的一种生物啊 我们可以了解最复杂 最遥远的 最难以理解的商业模式 但是对于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呢 却所知甚少 就好像我们的探测器已经发了去火星 但是我们对于自己近在支持的大脑的研究 却还是知之甚少 我们的真实需求也是这样 真实需求被包裹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具价值里面 只有不断的逼问自己说 啊 对了 如果我拿到了这个 这对我来说也有什么更深的价值呢 这样子才会慢慢的触及到内心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核心的需求啊 被包得太紧 很多人都碰不到 所以只有在真正失去的时候 才明白到 哎呀 当年那些追寻的都是浮云 比如说失去了健康 才知道钱什么的都是浮云 失去了感情才知道啊 这么努力 其实就是为了换取他的遗孝 失去了亲人才知道 其实忙忙碌碌 讨好那些陌生人 我希望成为能给家人带来安全的人 但是很多人只有等到生活剥夺他最重要的需求 他才会想起 这真的是他要追寻东西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所以今天教你的价值挖掘机 其实就是一种没有那么痛的领悟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的问自己 为什么来达到心中这个问题 拿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目标 然后带着这个答案 思考落地的选项 很多选择可能就变得很清晰 就像今天的J一样 传说乾隆狂帝下江南的时候 曾经跟一个老和尚指着长江上的船聊残机 他说你看江上的船来来往往到底有几艘呢 这和尚就说了 来来往往熙熙攘攘 皆为明来或为力往 乾隆狂帝大笑 认为残机巧妙 其实我们生涯工画师不这么看 每个人都追求明 求力求发展 但如果你真的拦住一个人 持续地问他一个价值挖掘机的问题 每个人最终都会告诉你一个 与众不同的 关于自己的人生想法 所以我越做这个行业 越对人有信心 越觉得船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 都是各自不同的 称之多态的 想成为自己的人 希望你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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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